一天,习近平一行来到中国西北某导弹基地,连续高强度主持军队反腐运动,让习近平感到非常疲惫。 这一趟西北行,习近平不仅希望亲自对驻扎在这个基地的导弹部队,以及相应的导弹装备,进行摸底排查,更想在这地方清静几天,给自己放个假。 所以,习近平到西北的消息,只有中央军委核心圈里张又霞等极少数人知道。 习近平抵达这个基地前半小时,负责该基地的最高指挥官网师长才得知消息,放下电话后,他感到非常坦克,他透过窗户望向基地一脚,那里是存储着导弹燃料的二号库房,但时间不容他细想,很快他用所剩不多的时间为即将到来的习近平安排好了一整套巡视流程。 习近平一行抵达后,立刻便要求对整个基地展开巡视,王市长不敢怠慢,陪同在习近平旁边,按照稍早布置好的路线,陪着习近平依次巡视自己基地的指挥所,训练设施,官兵宿舍,导弹阵地,后勤和库房等等。 随后王市长询问习近平,主席,咱们先吃饭,还是先看导弹施舍。 习近平想了想,这一圈巡视一行下来,也没有发现这个基地有什么大问题,于是习近平说,先吃饭吧。 紧接着,欢迎宴上,公筹交错,王市长给习近平敬酒,说,咱们这不比北京好东西不多,但这个酒是好东西。 习近平平满一杯干了,觉得不错,有点像当年自己任职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招待江泽民夫妇那瓶八十年的茅台。 习近平越喝越有感觉,他接着酒精问,王市长,我们什么时候看导弹施舍? 王市长也喝嗨了,他直接回答,主席,我也不藏着烟爪了,吃了这顿饭,就暂时没法施舍导弹了,导弹燃料都给我们刚刚喝了,导弹施舍的话, 得等下一批补给了。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剧场,本剧由六度A编写制作,涉及的人物情节,部分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A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2024年1月6日,彭博社报道称,美国情报显示,据熟悉评估情况的人士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军队进行全面清洗前,发现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破坏了他实现军队现代化的努力,并引发了对中国作战能力的质疑。 因讨论情报而要求匿名的人士透露称,中国火箭军内部以及整个国防工业基地的腐败现象非常严重,以至于美国官员现在认为,习近平在未来几年内考虑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比原来要小。 报道称,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说,美国的评估报告列举了几个贪污影响的例子,其中包括装满水而不是燃料的导弹,以及中国西部大片导弹发射井的盖子,无法让导弹有效发射。 消息人士称,美国评估认为,解放军内部的腐败问题已导致对其整体能力的信心下降,尤其是在火箭军方面,同时也使习近平的一些军队现代化优先事项受挫。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贪污调查已涉及十多名高级国防官员,这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对军队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打击。 报道称,与此同时,美国评估认为,习近平并没有因为不断扩大的清洗行动而被削弱。 消息人士称,习撤换高级官员,包括一些在他主政期间提拔起来的人的举动表明,他对共产党的控制依然牢固,而且他对加强纪律,消除腐败,以及最终让中国军队做好长期作战准备是认真的。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没有立即回应彭博社的置评请求。 当被问及有关美国情报的问题时,美国国防部的一位发言人麦纳斯,Martin Miners,钟晓说, 该部门的年度中国报告讨论了习近平加强和加快解放军反腐调查的努力,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彭博社记者周末未能联系到中国国防部置评。 上述美国评估无法得到独立证实。 关于视频开头的段子,火箭燃料可以喝吗? 答案是,得看具体是什么燃料。 话虽如此,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的液体燃料,火箭时代起, 就有人声称人们喝下了真正的火箭燃料,已达到最久的目的。 二战激烈残酷的战争极大的促进了科技的发展。 德国人终于最早造出了现代化的大火箭。 这就是威尔飞弹,其实也是最早的实战化弹道导弹。 威尔飞弹的最高射高已经超过了距离地面120公里, 最大射程已经可以达到400公里以上。 已经是突破低层稠密大气层的亚轨道飞行物。 初次给人类带来了彻底突破大气层, 进入外太空飞行的可能性。 当然,通过威尔的飞行, 人类也大体知道了稠密大气层的上限在哪里。 因此,威尔飞弹即是一种短程的弹道导弹, 也算是最早的探空火箭鼻祖, 可以进行完整的亚轨道飞行, 而且基本奠定了后来液体弹道导弹和运载大火箭, 其主要技术路线。 威尔飞弹的主要燃料是用的工业纯酒精, 也就是乙纯。 而氧化剂就是液态氧, 而且用过氧化氢和高蒙酸钾反应增强挤压循环。 二战德国战败, 威尔飞弹的技术被美国和苏联分别获得, 甚至连布劳恩也被美国人抢了去。 而苏联也直接扇摘了威尔飞弹作为苏联装备的第一代弹道导弹。 不过很快发现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 相当一部分苏联人嗜酒如命, 而当时的酒类在苏联国内仍要平漂供应, 导致很多酒鬼根本就喝不痛快。 而用纯乙醇当火箭燃料, 结果发现经常丢失一部分。 汉海狼山认为不用茶, 也知道丢失的纯酒精到哪里去了。 鉴于乙醇当火箭燃料的技术缺点, 以及和酒鬼们争抢的现实。 当今,除非以乙醇为燃料, 现代火箭使用的燃料包括煤油、 液氢、红色发烟硝酸或不对称二甲机警。 所有这些燃料对人体的毒性都比乙醇要大得多。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剧场。 本剧由六度A编写制作, 涉及的人物情节部分属虚构, 请物对号入座。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